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 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 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唤醒良知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大陆综合消息 时事评论 审判长为何晕倒了 审判长为何晕倒了 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2月17日 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 来到火车站广场前红法练功 并以欢庆喜乐的唐鼓表演 祝愿国泰民安 当祥和优美的练功音乐响起 同修们开始演示五套功法时 更有外国游客及观光客 驻庭拍照录像 法轮功学员在和民众交谈时 也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同时向明白真相的民众征集速将签名 从广州来游玩的一位大陆游客说 不论到哪个国家游玩或出差 都会看到练法轮功的人 同时表示很钦佩法轮功学员们的精神 他还说希望快点平反法轮功 因为这样对中国所有的人才是最好的 建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 是伦敦的重要历史文化景点 近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在博物馆大门前 发真相资料讲真相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街上行人 都会看到那把明黄色的伞和伞上的真善忍 法轮大法好的醒目信息 为文明侠尔的大英博物馆增添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2019年2月13日 又有很多中外游客在这里听闻法轮功 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两位刚从大英博物馆出来的美国游客 驻足观看揭露中共活摘罪行 以及呼吁反迫害展板后 禁止走到桌前签名要求停止迫害 其中一位女士表示 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发生 必须制止 爱尔兰小伙子 解释是一位正在学生物学的大学生 他对历史非常感兴趣 喜欢佛教文化 解释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在毁坏古老文化和智慧 必须制止 他说 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 有美丽的文化 可是现在却被邪恶打压掠夺 2月9日是中国新年大年初四 南澳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市的唐人街 开展问候新年活动 并应邀参加9日和10日越南社区新年嘉年华活动 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 传播真善忍的福音 受到各族裔市民的欢迎 现居澳洲年逾七旬的刘女士 请法轮功学员带她和儿子 向法轮功师傅李洪志先生表达敬意并拜年 刘女士曾经是上海市政协委员 为人正直善良 因看不惯中共的黑暗 不愿与邪恶的中共同流合污 决议全家移民 在与大纪元时报送报的义工接触中了解了法轮功 明白了真相 移民澳洲后 每次经过法轮功讲真相的摊位 都会跟学员打招呼 她经常称赞说 你们辛苦了 功德无量啊 现居澳洲的徐先生的家庭 在运动中被中共划入5%的打压对象 遭到不公平待遇 所以在海外生活多年 也要与中共决裂 徐先生郑重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 声明退出未成年时加入的少先队 抛弃中共 做堂堂正正的阎皇子孙 2月8日至10日 悉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越南社团在悉尼菲尔菲尔德市展览广场 庆祝中国传统新年的活动 了解了法轮大法美好的越南社区民众 感谢法轮大法和创始人李洪志大使 60岁的越南女士纳郭 在游览节庆活动中路过法轮功展位时停了下来 他希望从法轮功学员那儿得到一些中文英文和越南语版本的法轮大法真相传单 他说 我知道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但是我有一些中国朋友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政府正在迫害那些法轮功修炼者 在中国 共产党完全不让人们知道真相 即使住在澳大利亚 他们仍然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和监视 并没有了解真相的机会 很多中国人因为受中共欺骗太多和迫害太深重 而如此害怕他 纳郭女士还说 中共掩盖真相 所以我们更需要告诉人们被掩盖的真相 我们必须把邪恶曝光 邪恶的东西总是害怕光明 如果我们把正的信息弘扬出来 它会像光一样传播的很快 2月4日大年除夕 日本雄本地区法轮功学员 与往年一样 来到福岡中领馆前 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 并悼念无辜被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来到驻福岡中领馆前 打出法轮大法好 解体中共停止迫害 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等横幅和标语牌 呼吁各界关注在中国发生的残酷的人权迫害 一位男士鼓励学员们说 你们很辛苦 坚持 一定要坚持住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四川省巴中市九位法轮功学员 2019年1月7日被巴州区法院枉法判刑 其中有七位老年人 82岁的张明朗 男五年 89岁的张新伟 男三年 70岁的岳应聪 女四年 71岁的康尊六 男三年六个月 70岁的戴万亦 男三年 71岁的祝天桂 男两年六个月 62岁的周丽华 女四年 54岁的陈国琼 女两年六个月 40岁的孙荣 女一年六个月 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勒索了2000至1万元的罚款 湖北武汉法轮功学员冯运清 2018年9月 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非法判刑青年办 冯运清不服判决 上诉到武汉市法院 2018年11月 武汉中级法院二审非法维持原判 现在冯运清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 位于武汉市保风路 武汉女子监狱剥夺冯运清与家属见面的权利 贵阳市优秀企业家周小潮与石登陵 2017年7月 开车到贵定县考察项目 搞网络测试 遭绑架构陷 2018年4月25日被非法开庭 周小潮被非法判刑5年半 石登陵5年 周小潮上诉 要求二审开庭 2018年9月30日 法院二审没有开庭 直接维持一审冤判 10月11日将周小潮 石登陵送往贵州省都云监狱 山东临沪市蓝山区法轮功学员李嘉芳女士 被窍门入室绑架构陷 关押迫害身体状况很差 2019年1月15日 被抬入所谓法庭庭审 被非法判刑4年 公检法构陷她的整个过程完全违法违宪 她家人要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 正式大法讲真相沾要 韩国首尔天梯书店2019年 首个法轮功九天班 于1月31日结束 新学员交流了参加九天班的体会 江仁顺去年7月攀登冠岳山时 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里练功的场面 两个月后参加了九天班 由于感到仅参加一次九天班不够充分 她又参加了两次 这次也是第三次 她说道 修炼以后感到身体变得非常轻松 尤其今天练功以后 感到身体非常美妙非常好 她还说 我感到付出多少努力就会收获多少 2月16日傍晚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北岸繁华富有区 车士活市中心维多利亚主街上举行的 庆祝中国传统新年的游行 由花车队 仙女队 妖鼓队和天国乐团组成 被当地民众赞誉为最壮观最引人注目的游行队伍 香港老移民邓先生眼含着泪花说 法轮功队伍经过时我感觉很共鸣 说不出的感受他们那么与众不同 一身正气发出的能量很祥和 把中国真正古老传统文化的美好带给大家 很好 法轮功是今天游行队伍中最庞大的 最神气的一个团体 她还说 我知道法轮功很久了 很敬佩他们能这么长久的坚持 用大善大忍的精神在讲真相 2月8日至10日位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帕拉图鲁伊展览大厅内 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关于医疗精神健康方面的博览会 法轮功学员在博览会大厅的一楼租了个摊位用来介绍法轮大法 每天下午4点在舞台上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 部分学员在大厅门口楼梯口和展位上为来往的民众发放资料讲真相 2月16日到17日在丹麦第三大城市奥登赛举办健康博览会 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这里的博览会 有不少民众了解到法轮功是一种来自中国的古老修炼 教人向善 是去病健身的好功法 有的人被纯净的能量场所吸引当场学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四川政法委胁迫法院冤判冒蝶老人 四川省八中市九位法轮功学员2019年1月7日被八州区法院枉法判刑 其中七位老年人 82岁的张明朗男五年 89岁的张新伟男三年 70岁的岳应聪女四年 71岁的康尊六男三年六个月 70岁的戴万亦男三年 71岁的祝天桂男两年六个月 62岁的周丽华女四年 54岁的陈国琼女两年六个月 40岁的孙荣女一年六个月 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勒索了2000至1万元的罚款 据法院人员透露 这个案子是省政法委直接督办的 所以拖了一年多才结案 八州区检察院几次以证据不足把案子退回公安 但是省政法委一再施加压力 要求八中公安局千方百计搜集所谓证据 非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不可 甚至威胁要对不听话的检察官和法官 采取组织纪律措施 八州区法院本想 关押多长时间就判多长时间 开庭后就下判放人 可是省政法委直接指示 八中市政法委必须判三年以上 年龄再大也要判 而且要罚款 重罚 八州区法院的法官为了保住饭碗 昧着良心做出枉法冤判 这份判决书就是四川省政法委 公检法公然破坏宪法 践踏良知与法律的确凿证据 十名法轮功学员2018年11月7日 在八中市八州区法院历史审判庭 被非法庭审 律师与家属辩护人 依法一依拨导公诉人的所谓指控 要求无罪释放 八十九岁高龄的法轮功学员张新伟 白发苍苍 双手扶着拐杖走上法庭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讲述了法轮功教人向善 去并健身有奇效的故事 令很多旁听人感动 八十二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明朗 是检察院退休职工 谈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 过去一身病 修炼后身体变好了 主动做好事 多次捐款扶贫 修炼法轮功既净化了身体 又净化了心灵的事实 有的旁听者说 除了手握国家权力的高官 有本事可以废止 或者破坏国家的法律 这些平民老人 七八十岁了 手无腹肌之力 走路都要人参扶 怎么可能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啊 律师无罪辩护 令审判长佩福 2019年1月18日 山东围方方子区法院 对法轮功学员齐乃华非法庭审 家属聘请律师 为齐乃华作无罪辩护 从上午9点至12点休庭 整个过程基本是律师在为齐乃华无罪辩护 审判长没说几句话 最后审判长问齐乃华有什么要说的 齐乃华讲信仰自由 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 2019年2月1日 高密法院对法轮功学员 杨小花开庭 家属聘请北京律师 为杨小花作无罪辩护 法庭上公诉人 以在杨小花家里 抄走的法轮功资料为证 指控杨小花 律师要求现场核实证据 审判长同意 律师一一拿起资料 并念给审判长和在场人听 看 他说 大家看看 这里面写的都是教人做事 先为别人着想 做人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 律师还念了有关法律条文 法轮功是合法的 从上午9点开始到12点多休庭 整个过程都是律师在做无罪辩护 审判长没说几句话 并连连点头 在静静地听 走下审判台后 审判长问杨小花的儿子 谁请的律师 这律师真棒 并和律师握手说 我送你去车站吧 吉林残疾妇女新年讲真相 遭国保警察关押 家住吉林省辉春市 今年60岁的妇女张俊玲 是三级残废 左小腿截肢 在2019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 感恩法轮大法 使她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和道德的升华 走上街头 告诉人们修炼大法的殊胜和美好 愿天下有缘人得福受益 被徽春市公安局 徽春市国保大队人员绑架 入室抢劫 现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 张俊玲女士 早在1981年5月15日 被火车碰伤 左小腿截肢 三级残废 多年来身体患有多种疾病 失眠症 腰椎盘突出 颈椎病 后背痛 观心病 坐骨神经痛等等 2007年 又得了乳腺癌 右侧乳房全部切除 出院后开始修炼法轮功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折磨她20多年的疾病 不翼而飞 无病 一身轻的她 一家人生活的快乐幸福 这11年里 张俊玲女士 没花一分钱吃药打针 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 张俊玲修炼法轮功 获得身心健康 却多次遭到当地警察及610人员的绑架骚扰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10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5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朋友的授权 安徽来稿 小美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俩性情相投 成长经历也相似 无论岁月顺逆 我们都会彼此分享相互鼓励 我生性要强 在修炼法轮大法前多病又多愁善感 成长路上吃了不少苦 自从修炼大法后 我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 于是为他人着想 不仅无病一身轻 精神面貌也发生彻底的改变 成天乐呵呵的 看到我的变化 小美为我高兴 对法轮大法好 也深信不疑 鼓励我一定要好好修炼 一天有事与小美联系 电话中的她声音低沉 情绪低落 问及缘由 小美只简短说了几句 赶过去后知道了详情 小美将一笔资金委托另一位好友理财 遭遇骗局 损失巨大 小美说因孩子在国外读书 费用较高 恰好这位朋友经营理财产品 没想到遭此变故 小美没有责怪朋友 但看得出来 这对小美打击很大 不仅经济损失 这份友情也许再难以维系 很长时间内 小美的情绪难以扭转 我有时间就给她打个电话 有时也去陪陪她 几个月后的一天 我接到小美电话 说她要与丈夫一起去国外看孩子 计划将有关钱财的资料交给我保管 包括各类密码 小美说 这次出行 如果中途出事 婆婆和儿子就没人管了 所以将各类财产资料交给我 我想也许是上次的事对她的打击太大 所以遇事会出现负面想法 我建议她把各类资料存放好 不需要写密码 只写一份授权书给我就可以了 让她放心去看儿子 为了让小美安心 随后我打电话给律师 咨询了相关情况 按约定的时间 我去了小美办公室 见面后 小美将授权书递给我 打开一看 授权书的内容 不仅仅是财产资料保管 而是全权委托我 管理所有资产 及婆婆和儿子的安置 也就是将家中所有事情 委托我全权负责 看完授权书 我转告了与律师咨询的内容 并再次告诉小美 常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平安吉祥有福报 放心出发 不会发生什么事 小美表示明白 只是有些担心 聊完这些 我俩又如往常一样 静静地相对而做 这时小美微微一笑 轻声问我 可知道为什么交给你 没等我开口 小美接着说 因为你是个有信仰的人 这话让我很意外 原以为她会说 是因为我们之间 有二十多年 不离不弃的友情 才让她如此信任我 看到我的神情 小美说 所有的身家 老小安置 这么重要的事 我不会随便交给一个人的 朋友也好 亲人也好 凡是人 都会有私心 也不会在所有时间 所有场合都公正处理 只有你们 你们有信仰的人 是不会要别人东西的 因为你们有准则 绝不会违反准则的 是啊 我修炼以来 有满身是病 到无病一身轻 是小美亲眼见证的 手握实权 不卡 不要 不拿 默默帮助别人 是小美亲眼见证了 我曾争强好胜 修炼后越来越平和 越来越智慧 也是小美亲眼见证的 历经世间沧桑的她 静心思考 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最可靠 小美神太庄重 我的内心受到震撼 再一次感受到大法修炼人 修出的真诚与慈悲 给人带来的美好 和大法弟子们实修的重要性 我们每一个实修的大法弟子 自身就是最好的真相 法轮大法像种子一样 融入我们的生命 真善忍的法理 引领我们不断修好自己 脱胎换骨后的我们 又如种子般行于世间 法中修出的一丝一念 一言一行 一步一步 催生种子的生根发芽 直至遍地开花 师父看得见 众生也看得见 世人说 不退的不就成了 江泽民的棺材板了 中国大陆来搞 最近我弟法轮功学员 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询问世人 是否退出中共组织时 很多人说已经退了 有的世人看到 法轮功学员给别人资料时 就上前说 咋不给我呢 我就爱看你们的书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我去公园 往树上挂真相卡片 在体育器材处 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 我问她 知道三退保平安波 她说知道 亲属就有练法轮功的 我问大姐 为什么要退出党团队 大姐说 江泽民指使中共 迫害法轮功 要死也是中共先死 不退的 不就成了江泽民的棺材板了 大姐的回答把我逗乐了 我问 说的真形象 咋想出来的 大姐说 她学过逻辑学 这些年看到天灾人祸中 遭殃的都是拿党当娘的 照此下去 不退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啊 江泽民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 是许多无辜者 因听信了中共的谎言 而在灾难中遭遇不幸 太不值了 愿善良人都来了解真相 不做江泽民的垫背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 同事姐姐听真相得福报 黑龙江来稿 我们科室护理员小峰的姐姐 人生非常坎坷 她本人不但患有心脏病 颈椎病 失眠 神经性头痛等多种疾病 还在一次干农活时 左手被机器绞成残疾 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筋被绞断 二拇指绞断一截 头痛病发作起来很严重 恶心呕吐 疼得恨不得撞墙 整天要不离口 为此功过保家仙 信过基督教 都没能改变她的命运 小峰的姐姐不但身体越来越差 家里还事事不顺 她丈夫一次和邻居发生口角 打了起来 失手将对方打成重伤 当时不但她丈夫进了监狱 她家还赔偿对方很多医药费 对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真是雪上加霜 失死之痛 疾病的折磨 和事事不如意 使她整天愁眉苦脸 哭哭啼啼 总有轻声的念头 小峰很为姐姐担心 有一次小峰姐姐来找小峰时 我有机会给她讲了大法真相 她听得很认真 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 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 天安门自焚完全是江泽民一伙导演的 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 她也明白了人命运好坏的因果关系 对我说 你讲的我真爱听 心里像敞开了一扇大门似的 非常敞亮舒服 她表示回去诚心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以后她没事就喜欢来听我给她讲真相 还经常带亲朋好友来听我讲 我送给她的真相资料看完了 就传给亲朋好友看 有时还放到邻居的门上 她每次来听完真相变化都很大 不知不觉中 不但身上的病都好了 性格也开朗了 家里世事也顺利了 本来在家没事做的丈夫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经济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更神奇的是 她小孙女刚出生一个月后 在当地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 三个月 七个月 九个月 分别到哈伊大和哈尔滨儿童医院复查 都和第一次诊断相同 医院让孩子在一周岁后做手术治疗 等到孙女一周岁准备做手术时 医院检查结果全部正常 医生还责怪他们说 孩子没病做什么手术啊 当拿出前几次的诊断结果时 医生也觉得很奇怪 小枫姐姐心里明白 是大法师父保佑了小孙女 因为她看孙女时经常抱着孩子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求师父保佑孙女 是师父救了她的孙女啊 丑儿换心言 大陆来稿 我大儿子家有两个孩子 老大是个女孩 今年13岁 老二是个男孩 10岁 两个孩子都活泼可爱 长得五官端正 眉清目秀 可有谁会想到 我的孙子出生时 曾是个奇丑儿呢 10年前在农村 对生男孩还比较看重 在孙子出生前 经B超检测 就已经知道是个男孩了 丈夫的朋友听说了 这个好消息 就窜夺着要喝喜酒 2008年10月23日 儿媳进产房 我和儿子 孙女 及孩子的姨 在门外等着 医生从产房 把孩子抱出来时 端详了孙女一眼说 你的孙女长得怪好的 你的孙子脑袋上 长了一个包 我们都凑到孩子跟前看 天哪 那孩子整个脑袋短短的 头顶平平的 像是用打土坯的轴子 轴过的一样 脸上没有额头 上嘴唇往里抠 下嘴唇往外兜着 那个包长在后脑勺上 长长的足有一个 大人拳头那么大 儿子看到孩子后哭了 碍于孩子他姨在跟前 把我扯到外面说 妈呀 把这孩子扔了吧 长得这么难看 就是长大了 连个媳妇也娶不上 要他干嘛 作为修炼人对生命的珍惜 我对儿子说 你说扔我也不扔 不管怎么样 你不要他 我养着他 那时我修炼法轮大法 已有十年 无论在家庭和社会 我时刻按大法 真善忍的原则 要求自己 做一个好人 我从以前的疾病满身 到现在拥有健康的身体 儿子看在眼里 深知大法是好的 是正的 他曾经面对政府人员的 多次骚扰 挺身喝退他们 看着当初满怀希望 到现在如此沮丧的儿子 再看看那奇丑的孙子 我也一筹莫展 便对儿子说 咱们还是求师父帮忙吧 师父有的是办法 哪里少长哪 哪里多哪不长 要相信师父 儿子疑惑又大有期望地说 生就了那样 能管用吗 要真能长好 我也信大法 当晚过了十二点 儿子替换我说 妈 你睡会儿去吧 朦胧中 我好像看到孩子躺在床上 师父一直在床边守着 这种感觉一直到天亮才消失 怕儿媳看到孩子后上火 孩子的头 我一直用小被子遮掩着 不让他知道 孩子的爷爷听说孩子的情况后 慢慢不乐 就喜也不办了 奇迹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 孩子脑后那个包 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小 头顶渐渐鼓起来了 额头也显出来了 上下嘴唇也在慢慢合拢 看到这些 儿子脸上的愁容 也在慢慢地消失 一切都在归正着 一天一个样 一个星期后 我们回到家里 满嘴长了火炮的爷爷 赶紧掀开小被子 看看孙子到底长啥样了 他说 咦 这不是不怎么寒碜吗 爷爷那颗悬着的心落下了 等到满月时 孩子已经长得五官端正 源头胡脑的 跟正常的孩子一样了 孩子懂事后常问我 奶奶奶奶 要不是师父 我爸爸就把我扔了 是吗 孩子们对师父都很感恩 每每家里要做什么好吃的 或从外面买来新鲜的瓜果等 孙子孙女都争着 放到师父的法相前 让师父先吃 有一次吃素饺 我想这又不怎么好吃 就别给师父上供了 孙子说 奶奶我尝了一个 好吃 还是给师父供上吧 我们家经历的神奇事还有很多 我们全家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些年来 丈夫 儿子 媳妇 都支持我弘扬大法 讲清法轮功真相 救度被谎言迷惑的世人 迫害法轮功学员 隋中法院亭长 关树森遭恶报 辽宁来搞 辽宁省葫芦岛市 隋中县法院 刑庭亭长 关树森 被相关部门调查 又因患上胃癌 做了手术 过去的十年中 关树森 多次参与 非法判判刑法轮功学员 现在报应开始了 关树森 男55岁 自2008年起 开始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 据不完全统计 经关树森的手 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40人左右 刑期长短不等 最长的达10年 合计非法刑期120多年 仅2008年一个月之内 关树森就非法判了10名法轮功学员 一次次的枉法判决 导致随中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 受酷刑折磨 很多家庭支离破碎 孩子无人照管 也有的家中老人因此着急上火而过世 对法轮功学员的每次非法判决 关树森从不依据法律 在开庭前向社会攻势 更不公开审理 公开开庭 关树森总是剥夺辩护律师和当事人的合法陈述权利 袒护公诉人 关树森甚至不允许律师在法庭上说法轮功合法 2016年 在对丁清燕的非法开庭中 关树森将已经进入法庭的家属赶出法庭 禁止家属旁听 并亲自通知国保大队 法庭秩序应由法警维护 本与公安局国保无关 关树森勾结国保 为的是威胁恐吓当事人 及家属和律师 开庭时 关树森不允许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说话 2016年 对董桂霞的非法庭审中 律师坚持无罪辩护 说从中国法律角度讲 信仰自由 修炼法轮功合法 关树森指使法警将律师赶出法庭 2016年 在梁国庆案开庭之前 关树森为了达到不让律师出庭给梁国庆辩护的目的 骗梁说 你的家人没缴律师费 律师不给你辩护了 又骗律师说 梁国庆想辞退你 两头行骗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审判长为何晕倒了 作者郑炎 据《太平广记》记载 汉代有位道士叫刘根 面貌就像十四五岁的人 有时他和人对面坐着 忽然就变成穿黑袍 戴高帽的装束 也不见他换过衣服 有位张太守认为刘根是妖道 派人召见刘根 打算杀掉他 刘根到了太守府 张太守立声问道 你有道数能把鬼招来吗 刘根借了笔宴和批阅公文的桌子 只听的大厅中响起了 铮铮的铜铁撞击声 一直传到外面 刘根又大声呼啸 声音非常清凉 听的人都十分惊恐 宾客们都听得不敢出声 清客间只见大厅的南墙 突然裂开了好几张 涌进来四五百名 穿甲带亏的士兵 刘根又传呼来四五十个 穿红衣的兵 带着刀剑 推着一辆车 从坏了的墙进入了大厅 然后那面墙又恢复了原状 刘根命令车上的鬼下车 哪想到招来的鬼 竟是张太守死去的父母 这时张太守又惊又怕 痛苦流涕 赶快向刘根磕头认罪 只求赦免他的父母 于是刘根命令那五百名兵士 把两个老人带出去放回阴间 自己也不见了 张太守这时仍是精神恍惚 几乎要发疯 他的老婆当时就昏死了 过了很久 才又活了过来 老婆说 我刚刚看见刘根坐来的两位老人 他们非常生气 责怪我们冒犯了神界仙官 使他们被抓 他们要杀掉我们 过了一个月 张太守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都死了 触犯神仙与迫害修佛修道的人 都是造很大的罪业 必然要偿还 因此会得到不同形式的恶报 可能是现世宪报 也可能是过后才报 也可能发生在造业者身上 也可能发生在其亲友身上 其实这一切都没有偶然的 都是神佛用灾祸来点醒世人 不要再诽谤佛法 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 教人信仰真善忍 世人身心受益 道德回生 服役社会 至今红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且不说美国欧洲 就是在香港台湾 法轮功学员也可以自由地在户外练功 随意发放法轮功报纸 期刊 为什么就在中国不行呢 据明慧网披露 2018年有93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善恶有报是天理 法官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的也不在少数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法院原定于2007年5月12日 非法觅判法轮功学员尹亚风 歇党法院厅长洪亚军曾扬言要判十几年 5月9日洪亚军的母亲突然发病 洪亚军送其母到天水市第一医院抢救 结果抢救无效死亡 洪亚军随之倒地当场报死 年仅48岁 此事轰动了整个秦安县城及周边 而明白真相的人就会巧妙地解决这一问题 最近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上谈到这样一件事 一位法轮功学员第二天将面临非法庭审 他陪家属去法院 审判长之前已经看过两高司法解释 违法等不同内容的史莱峰真相信 从其他渠道了解到 他也明白很多真相 这位法轮功学员先是理解地说 我觉得你也不容易 上指下派的 在其位不干也不行 然后开始劝善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要保护好你自己 我只是希望你能从这个案子中解脱出去 现在看来也不太可能了 因为明天就要开庭了 你看现在的办案终身责任制 你永远都得对这个案子负责 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 你知道只要是政治运动就有它结束的那一天 当年纳粹法官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 法官有一段独白大意识 我们不是纳粹 可是我们比纳粹更不可饶恕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正在干什么 可是在良知与利益面前 我们还是选择了为虎作娼 我真的希望你能运用你的智慧保护好你自己 傍晚家属接到电话 庭审开不了了 审判长晕倒住院了 这位听劝的审判长智慧地保护了自己 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 据明慧网统计 随着公检法人员逐渐明白真相 自2017年至今 已经有至少87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 其中2017年76人 2018年11人 希望越来越多的法官能保护好自己 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由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在法上理顺自己 作者大陆大法第四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9日 前些日子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 我对着镜中的自己 用梳子不断地梳头发 头发很干净整洁 有时候梳里的一丝丝都非常清晰 女儿不断地说 妈妈还要再梳 我又梳 梦中 自己起初是很卖力地在梳 到后来心里就有点不想梳了 但是女儿依然提醒我还要梳 我女儿年龄很小 我带着她学法 师父法中一句话的表达变了 她就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了 她就一句句地问我 开始我感觉有点烦 后来当我一句句给她在表面意思上解释的时候 经常心中一阵 因为我发现这句法原来是这个意思 而我却想成那样了 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学过师父的讲法 往往是学完后知道一个整体的大概意思 这段时间 正是因为这样学法 我从法理上不断地理顺了自己 使自己的修炼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 在否定旧事力实修自己上 在法上梳理自己的一丝一面 在法上梳理自己 首先认清了旧事力 并懂得了如何否定旧事力 我在否定旧事力实修自己一文中写了 这里不再详述 举个例子 在出去讲真相的时候 心底有微微的怕 我不会放任他 我会找自己 我怕什么 怕被抓 被迫害 被抓被迫害是旧事力的安排 坚决否定 并清理解体 打给我被抓被迫害念头背后的旧事力 怕本身是一颗执着心 我坚定地排斥它 怕的不是我 是怕心 我不要这颗怕的执着心 那我为什么担心自己被抓 还是不信师不信法 不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我 我就加强自己信师信法的正念 二 认识到自己带着有求之心学法 在学法时 我又梳理到了自己长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也是作为修炼人来说最严重的问题 带着有求之心学法 我仔细想了我学法的心态 并回溯我这些年随着时间推移 学法的心态是如何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学法 我是抱着纯净心态在学 但是在学法的过程中 发现很多不好的东西都在解体 思想业和执着心 甚至在学法的同时就在消 也就形成了一种观念 只要学法就能消去这些不好的东西 以后就带着这样一个目的在学法 时间久了 这种有求而学法的心态变得顽固 师父讲 为此 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 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 经验又在实践中 使观念变得顽固 选自精进要指三 越最后越精进 我把人中形成的这种经验 带到了学法中 学法就能消去不好的东西 这个观念也是这样形成的 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变得顽固 从认识到这一点开始 我就有意识排斥这种不正的观念 但是这种心态已经有十几年了 所以只要一想起要学法了 就会对法动这种不静不纯的念 所以每次都需要排斥或者放弃这种心 经过一段时间后 现在学法的心态纯净了很多 当我放下了这有求之心 以一种纯净的心态 一个个字去读 一句句看明法中意思再去背的时候 我发现每一句话对于我来说 好像都很陌生 会突然觉得 原来这句法是这个意思 哦 那我自己这里有问题呀 第一讲刚背了十几页 修炼状态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认识到 当我抱着某种目的在学法的时候 实际上那颗目的心就读到了真我的面前 使真正的自我学法不能真正得法 当我把这颗心放弃时 我把自己当成宇宙大法 所造就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生命时 我知道 我这个生命是必须无条件的童话法 照着法去做 我认识到师父说旧宇宙变坏了 其实就是我们变坏了 因为我们就是旧宇宙的生命 所以 我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 及自己所代表的宇宙体系 在师父正法中更新同化 而不是带着可耻的个人目的 去学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 自从我认识到这些纯纯净净的学法后 我能够真正将自己直接融于法中再学了 这时我通过不断地学法 我就不断地认识到 从前秀来秀去也认识不到的那些各种执着的根子 以前 我是通过自己遇到事情认识到自己有执着 比如妒忌心 顾虑心等 但是在向内找的过程中 只能找到某颗心所表现出来的执着部分 却无论如何都挖不到它的根子 以至于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出现时 我又一次被执着带动 犯同样的错误 很苦恼 现在真我学法后 发生的最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当我能分清哪个是真我时 我就能认识到某个执着 从它的根子到它的迈在整体的表现 所以修起来变得容易 我能够从执着的根子清除它 从而那些执着 在从本质上自内而外的再修去 而不是从前那样 好像只能从表现上去控制 从外向内找 却怎么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本质 当我从内心明白 如何才是真正的真我在学法时 怎样才能分清真我修自己时 我发现旧事里突然变得什么也不是了 我不再需要把那么多心思 用在否定旧事里上了 我变成了注释正法的一员 我在按着师父的要求走 以法来指导自己 破除旧事里 救度着众生 我心中不再有那么多被迫害的概念 和怎么解体迫害了 而是我跟在师父身后 站在了宇宙的高处 解体救宇宙的一切 带着众生回归星雨了 之前当被人说自己是练法轮功时 我会不由自主地哆嗦 内心仿佛有一种不敢抬头的感觉 现在我突然感觉到 宇宙中最荣耀 最辉煌的一切 充满了我的整个身心 3.在讲真相的心态上 梳理自己的一丝一念 讲真相本来是慈悲救度众生的 但是我却是站在未思的基点上 在做救人的事情 回来后听到有同修说 自己最近状态不好 又有人说 某某最近修炼状态非常好 很精进 我对着自己 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与带着有求之心学法一样 我跟同修一样 也是带着有求之心在讲真相 回溯自己这些年来 讲真相的心态 开始一两年讲真相的心态 非常纯净慈悲 但是当讲完真相 发现自己提高很大后 我就动了心 并形成了观念 只有讲好真相 自己才能提高 因此以后再讲真相 都是为了个人提高 这样一个目的在做 理清自己思想中的不正因素后 当思念冒出时 我就告诉自己 我是大法中修出的无私的生命 我是为了救度众生在讲真相 师父讲了 因为度人是不讲条件 不讲代价 不计报酬 也不计名的 选字转法轮 这就是觉者为我们做出的榜样 自从自己不正的念头被梳理 归正后 我发现自己在讲真相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是为了救度众生了 也对众生生出了慈悲之心 4. 在法上梳理自己的一丝一念 走出家庭磨难 我处于十年的家庭暴力的磨难中 丈夫经常因为一点小事 对我暴力殴打 十年来 对于她的打骂 我虽然表面上忍了 但是心里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怨恨和对抗的情绪 而且时不时地就担心 结果她越打 我就越担心 越怨恨对抗 她就越来打得越厉害 以至于后来走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极端境地 当我能够从法上梳理自己的时候 我发现了自己这种担心 是因为她打人的行为导致我产生的怕心 所以我就不断地排斥这颗心 同时不再怨她 而是包容理解和慈悲地待她 结果十年的家暴就这样不知不觉间解体了 由此我想到很多同修在黑窝中能否解体迫害 或者被加重迫害 也许都是跟我一样的原因造成的 对行恶者动的念不符合真善人 而是恶念 并且越来越严重 导致被加重迫害 5.从修炼上梳理自己 认清根本的修炼状态 自从我能这样认真的一句句学法后 我开始能从根子上认识到自己很多执着 认识到哪些执着心还很深很顽固 看到自己被执着控制着 导致自己表面的行为是什么样的 救世里又如何钻的这个执着的空子 使自己处于磨难中 我变得清醒和理性 能够清楚地从本质看到表象 我现在觉得修炼人很关键的一点是 能看清楚自己的真实修炼状态 无论自己哪方面秀得多差 都能够平静地认识 我以前是担心 怕自己修不好 却又找借口回避自己的不足 现在能在自己最顽固的执着心上 下功夫去修 踏实地一步步地提高上来 六 每天都是不同的 都要在法上不断地理顺自己 以前 每天都是按部就班的学法 讲真相 发真念 还觉得自己挺精进 但是提高缓慢 当从法上认真梳理自己 真正地清醒过来后 我发现对于修炼人来说 每天都是完全不同的 每天心动的不同 当意识到后 立刻向内着当时是怎么动的心 动心的根源是什么 所以修心方面自然每天不同 讲真相方面 面对的众生不同 站在众生的接受能力上 讲出来的真相 也不再是千篇一律了 所处的环境不同 讲真相的方式也不同 个人的一点修炼体悟 有不足之处 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 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 是注释正法 不是证实自己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9年2月16日 前几天 在和两位技术同修接触中 发现同修身上的一些执着 我本人也有 回忆自己曾经接触过的技术同修 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情况 于是提笔写了这篇短文 给大家做个提醒 共同提高 首先 技术同修走到哪里 都是给不懂技术 或者懂得不多的同修 解决问题去的 同修会像常人一样 带着感恩戴德的心 热情款待 赞扬技术同修 这里并不是说不应该感谢 而是说 在认识上应该清醒 我们都是在注释正法 为救众生而成立的资料点 不是为了常人的什么 技术高是大法给的智慧 不要过分赞扬同修 吹捧同修 那会滋养技术同修的执着 自我膨胀 其实是在害他们 技术同修每天都泡在赞扬声中 甚至有些麻木 也或多或少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挺了不起 比别人强 在别人之上 其实这很危险 等于贪天之功 我接触的这两位同修 说话口气很大 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们很厉害 遇到的问题是小菜一碟 手到并除 用常人的话讲 叫骄傲 在修炼人看来 是显示 甚至当机器修好 同修要打本小册子测试一下 他们表现出的 却是不屑一顾 这里 我想说的是 不管同修技术再高 对自己再自信 都应该抱着一种 谦虚的态度 或平常心才正常 可同修恰恰相反 表现出来的是不容置疑 再强烈地正视自己 带有这种强大的执着 危险啊 我当时看到了 但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我想也会有同修和我一样 即使看到了 也没有勇气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有求于人 把技术同修 从百忙之中请过来 帮我们解决问题 不好意思说人家 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其实就是把 注尸正法 这么神圣的事情 常人化 把自己混同于常人 修炼是神圣的 怎么搞得 像常人做事一样 同修都是在建立自己的威德 怎么搞得 像是在帮人 做常人的事一样了 我很后悔 接触同修一次不容易 尤其听说其中一位技术同修 年前过病夜观 差点没过去 所以很想借明慧一脚表达出来 对同修负责 对自己负责 另外 我想提醒技术同修 可能你们技术同修当中 多少人中才有一位技术真正过硬的同修 你们身上的责任和压力都很大 不管有多少同修带着常人心 在无意当中吹捧你们 赞扬你们 或者崇拜你们 请一定警觉 排除干扰 千万不要自我膨胀 高高在上 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 当你说话声音很大的时候 当你埋怨同修的时候 当你沾沾自喜的时候 当你说话口气很大的时候 请冷静下来 想想自己现在是什么执着 要理智 要清醒 不要无意当中证实自己有多了不起 也请其他同修摆正心态 把技术同修当成普通同修来对待 看到不足指出来 不要像我一样留遗憾 不要崇拜 提醒技术同修 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 看到有人崇拜 吹捧及时提醒对方 互相提高 智慧和技术都是师父给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使命 做好了功德无量 做不好都是损失 总之一句话 我们是注释正法 不是证实自己 各位听众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电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